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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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賴建国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查考 圣经的出埃及记 我们这几次都是讲到 出埃及记的21章到23章 称作约书的一些法律的规定 上次我们讲到出埃及23章 但这一章里面还有一节 是我们常常发出疑问的 那我在今天先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这是在23章的第19节 讲到说不可以用山羊膏母的奶 来煮山羊膏 那这一节经文到底怎么样来解释呢 在历史上面 还有在不同的族群当中 都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它 先看犹太人 犹太人怎么看呢 他们说这个不可以用山羊膏母的奶 来煮山羊膏 这是一个分食的规定 什么分食呢 就是肉类跟这个奶类 不可以在一起来吃 如果是你在这一餐里面 你吃牛奶 吃乳酪 这一类的制品的话 那你就不可以吃肉 如果你吃肉的话 你就不可以吃奶 所以这是犹太人到今天 还是这样 像我们到这个以色列那边去旅行的时候 早餐是吃奶类的制品 午餐跟晚餐会吃肉 所以他们的餐具也分成两套 一套是早上用的 一套是午餐跟晚餐用的 如果我们到了旅馆里面 带着自己的 甚至这个水瓶到里面去的话 还会被这些的旅馆里面的人员制止 因为不可以带着一些不洁净的 这些的餐具进到它里面去 所以早餐的时候呢 你可以吃鱼 但是没有肉 早餐的时候 有牛奶 有这个乳酪 有起司这些的 但是呢就没有这一般的肉类 但是午餐跟晚餐呢 有肉类 就没有这个牛奶类的制品 但是我们看到呢 虽然犹太人 他们现在是这样子来用 但是这样子的讲法呢 其实并没有圣经明文的支持 也不能够用这节经文来说明 另外有人认为说 这是一个迷信的禁忌 有人说牛奶的那个奶呢 它具有特别的魔力 把这个羊羔的 这个母羊的这个奶呢 放在这个羊羔的里面 那么会使这个乳牛不产奶 或者是不生小牛 但是这个呢 也没有经文的支持 第三种呢 大概是比较多人讲到 就认为说 不可以用三羊羔母的奶 来煮三羊羔呢 这是一个人道的精神 所以经文的意思呢 他还在吃他母亲的奶呢 所以呢 反对把这种 还在吃奶的羊羔 就拿来献祭 这种残酷的做法 这种讲法呢 我们至少看到最古的时候 像奥古斯丁 还有像这个金口约翰 马丁路德 这些人都是这样讲的 所以有些人 像这个加尔文 也是讲到说 这个是一个很残忍的 把他这个 那么幼小的这个羊羔 就拿来献祭 这样是不好的 再有一种呢 讲到是宗教的禁令 不可以把这个羊羔 从他的这个 母亲的身边拿走 再有一种 这是我自己 比较赞兰的讲法 这种把三羊羔 放在三羊羔母的奶里面 来煮呢 这其实是一个 异教的习俗 这是在迦南人的 异教的崇拜 我们在以色列的北边 就是今天叙利亚那一带 有一个地方叫做乌加列 大概在公元前第15世纪 就是跟摩西 差不多同样的时候 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 所以这个禁令 是参照当时 这些迦南的异教习俗 圣经里面明文尽子 这样子 所以我讲这样子的讲法 可能最恰当 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的上文 讲到几件事情 都是讲到说 不可以把这些迦南地的 这些异教习俗 带到以色列当中 不可以用三羊羔母的奶 来煮这个三羊羔 也是异教的习俗 我们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面 一定是按照上帝所规定的方法 来敬拜他 不可以用那些异教的方法 放在这个敬拜上帝的 这个礼仪的当中 所以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3章里面 大概一个很难解的经文 我今天跟大家简单的做一点说明 我在这里 跟大家现在一起来 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24章 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 从出埃及记第19章开始 19 20 21 22 23 19章是讲到立约的预备 20章是讲到立约里面 律法的颁布 就是主要是实界 然后21章 22章 23章 都是这些律法的规定 那现在呢 这些律法通通都已经颁布完毕了 然后就要有立约的礼仪 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24章 出埃及记24章 是乘上起下的一章 它分成两个大段落 一个大段落呢 是立约的礼仪 第二个大段落呢 是有关于会幕的建造的启示 那这个一个结束 前面立约的这个整个的仪式 另外一个开集 接下来第25章以下 有关于建造会幕的指示 所以这段经文呢 可以说是插及记里面 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章 也是一个转折的经文 我们先看到这个西乃立约的礼仪 就是第24章 这个是完成了出埃及记第19章 到第24章 整个立约的过程 所以你看到呢 这个立约的过程啊 它不是说一下就完成 而经过逐步逐步 按阶段来完成的 这个地方 耶和华吩咐摩西 带领亚伦 还有亚伦的儿子 还有以色列中间的70位长老 一同上山 跟上帝来完成立约的仪式 原先呢 只有摩西跟亚伦 有这样子的殊荣 但是现在把这个范围呢 扩大的亚伦的儿子 还有以色列的70个长老 都一起到山上 来觐见上帝 这个地方有几个 值得我们注意啊 我第一个很感慨的 就是这个 亚伦的两个儿子 拿达跟亚比户 这两个儿子呢 他们这一次 有一个很大的权力 跟他们的父亲 还有摩西 一起就上到山上 参与以色列百姓 跟上帝立约的礼仪 他们亲眼看到上帝的荣耀 但是没有想到呢 又经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虽然跟亚伦一起 受高做祭司 却在承接圣职的 那一个礼拜里面 他们献上反火 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 就被上帝当场击杀 这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感伤 他们失去了自己这个福分 而由其他的人来得着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能够进到山上 觐见上帝 那种超乎一般百姓的 那种属灵的经历 也需要有相称的 这个属灵的品格 来跟他相配合 这里再提到 以色列长老有70个人 就是我们再次看到 圣经里面70这个数字 我们在出埃及记忆里面 已经至少有两次看到 70这个数字了 第一个是讲到 跟雅各一起下埃及的 南丁就有70个人 第二次是讲到 在这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在以林那个地方 有12股水泉 那边的棕榈树呢 也有70颗 这代表说 以色列加12支派 70个南丁 他们一起下了埃及 现在也一起出了埃及 现在这个地方讲到 他们上到山上去 跟上帝来敬拜 立约的 以色列中间有70个长老 这个70个长老呢 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 因为我们讲到说 不可能让所有的以色列人 通通都上到这个山上去 上帝把一些地方呢 就划定界限 不可以随便的上去 保护上帝的圣洁 但这个70个长老呢 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 来跟上帝立约 70这个数字呢 在圣经里面 往往就具有 全体的意思 好像在创世纪里面 讲到 挪亚的三个儿子 陕 韩 亚弗 他们的后代 在那边呢 就记载70个人的名字 或者70个国家 代表全地上面 所有的百姓 亚各加下埃及 有70个人 而摩西呢 也受命 把在他身上的灵 分次在 以色列中间 70个长老的身上 这些呢 是代表 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 在这里看到呢 在这个立约礼仪上面 就分成三个圈 第一个圈呢 是在三角下面 那边摩西逐了一座坛 以色列的百姓 通通都在那边 跟上帝来 在这个坛的前面呢 来立约 然后在半山腰 就是有摩西带领 亚伦 亚伦的两个儿子 还有70个长老 到这半山腰 他们跟上帝来亲近 他们可以看到上帝 他们也在那个地方 领受上帝给他们的 这些的食物 跟上帝来立约 但是最上面一层呢 就只有摩西一个人 只有摩西 可以进到山顶上面 在这个山顶的云彩当中 他来面对面 见到上帝 在那边领受上帝 给他的启示 所以你看到这边 分成三层 西乃山呢 我们讲到 它是一个战时的圣所 以色列人出埃及 来到西乃山 在那边敬拜上帝 这个战时的圣所 就预表后来的会幕 会幕也是分成三层 会幕有这个院子 院子里边呢 是那些来献祭的 以色列百姓 都可以到的地方 然后在会幕的里面呢 又分成两层 外面一层叫做圣所 祭司都可以进到里面 但是最里面一层呢 叫做至圣所 只有大祭司亚伦 一年一度呢 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 来朝见上帝 所以这个会幕呢 我们看它 叫做可以移动的圣所 它跟这个西乃山呢 一样都是分成三层的 在《出埃及》二十四章里面 我们看到 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 一个呢是 摩西带领这些的长老 还有亚伦 还有亚伦的儿子 上到山上 再有呢 上帝吩咐他话 叫摩西把这些话 通通都记载下来 这也是圣经里面 难得几处地方讲到说 上帝吩咐人 把话语记载下来 而摩西呢 这是第二次 上帝特别这样吩咐他 前一次是在这个 跟亚马利人争战的那件事情上面 这一次呢 上帝在这边 特别吩咐摩西 要把整个立约的过程 上帝所颁布的律法 一样样通通都记载下来 写在这个石板上面 我们如果看到 第二次三章所记载 上帝吩咐摩西的话 可能摩西呢 就写在这个石板上面 也许我们猜 是那个时候摩西上到山上 他手上拿着法板 拿着一个石板 然后用一个尖的笔呢 把上帝所讲的话 一样样通记在这个上面 这个跟这个古代 埃及那边的文士啊 是有点类似的 因为埃及的文士呢 他们身上带着笔带着墨 也带着一个小小的板子 然后把一些重要的事情 或者他们听到的一些重要的话 就记载在这个上面 摩西呢 也是用这样子同样的方式 来记载上帝给他的话 以后呢 再成为我们今天的摩西五经 摩西按照上帝的吩咐 不但是把这些记载的话 写下来了 宣读给以色列百姓听 这就是我们称作约书 约书呢 就是从出埃及记二十一章 到第二十三章 上帝所吩咐以色列的这些话 另外还有前面呢 就是十戒 但是十戒也比较特别 十戒是上帝呢 自己亲自用他的尺头 刻写在这个石板上面 不是摩西自己写下来的 摩西做的事情呢 就是他在这个三角下面 就逐了一座坛 而在这个坛的周围呢 又立下十二根柱子 这十二根柱子呢 就分别代表 代表以色列一个支派 十二根柱子呢 就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也代表说 耶和华在中间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围绕在耶和华的这个 中 耶和华的周围呢 跟耶和华一起来立了这个约 在这里面我们注意 十二呢 就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每一个支派都跟上帝一起来立约 而所有十二个支派呢 一起跟上帝来立约 代表说所有的以色列人 同楼参与在这个立约的过程中间 他们在这个约里面都有份 这里呢 再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摩西吩咐人 去献上凡祭跟平安祭 凡祭跟平安祭呢 我们要讲到 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 往往是代表 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 人所献上的祭物 凡祭 又称作焚献祭 就是把这个祭生 完全的焚烧在祭坛上面 一点都不保留 代表说我这个人 是单单归属于上帝的 我跟他之间建立了一个 垂直的个人的关系 平安祭呢 又称作团祭的祭 因为他跟这个凡祭 不同的地方在于 他只有少数的部分 把他放在祭坛上面 用火来焚烧 而其他的部分呢 是由献祭的人 跟他的租金好友 一起来分享 这代表说 我在跟上帝之间 个人的关系 这个基础上面 更是建立了 我跟其他的人之间 一个水平的关系 我们大家一起呢 都是在这个约里边有份 我们一起都是属于 上帝的立约的子民 所以在每一次立约的时候呢 都献上凡祭跟这个平安祭 耶和华跟人立约 都要献上凡祭跟平安祭 好像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 他就献上凡祭 这个里面呢 也有感恩跟团祭的意思 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呢 就征照上帝的吩咐 献上了凡祭 所以那边讲到说 忽然有冒烟的火炉出来 从那些肉块里面经过 那代表说上帝自己 就悦纳了 亚伯拉罕所献上的凡祭 摩西跟以色列长老呢 吩咐人民 等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 要在以巴洛山那个地方 足一座石坛 也要献上凡祭跟平安祭 那是跟上帝再来更新立约 以后我们看到呢 就是大卫的时候 大卫跟上帝立约呢 也是献上凡祭跟平安祭 而且大卫特别讲到 就是他把这个平安祭 所献上的这个祭肉呢 分给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拿一块祭肉回去 代表说每一个家庭 都在这个立约的当中 就一起参与就有份 上帝跟人立约 不但是建立个人跟上帝之间的 之间的关系 更是要建立所有这些立约的人 跟上帝之间水平的关系 这个比较像什么呢 比较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 守圣餐 守圣餐的话呢 是每一个人个人他得到了救恩 他受了喜 他就有资格 也是有这样子的义务 来参与这个守圣餐的礼仪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 守圣餐向来都是在团体当中举行 在初代的教会里面 是在个人的家中举行 但也是大家一起来做 以后慢慢发展到制度化了 就是在教会里面举行 但是守圣餐呢 向来都是大家一起来遵守 没有个人守圣餐的 因为这个守圣餐呢 一方面讲到说 我个人跟上帝之间 有一个直接的生命的关系 因为我是属神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讲到我也是在整个的 这个信仰的团体当中 跟其他的人一起来守这个圣餐 我们是在上帝的家里面的肢体 我们是领受一个饼 我们是领受一个杯 虽然这个饼可以分开给个人 但是呢都是讲到我们是出于 同样一个生命的根源 我们领受同一个饼 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合而为一的 领受同一个杯 也就是讲到在主里面是合而为一的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呢 就想到那好像是我们跟上帝之间 一个立约的更新 我建立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垂直关系 也同时建立跟其他的这些信徒之间 一起水平的一个团契的关系 摩西在这个时候呢 看到已经立了祭坛 设立好了柱子 也已经献上了梵祭跟平安祭 他就吩咐人 把这个献祭里面所留下来的血 就装在一个盆子里面 他把一半的血就倒在这个祭坛的上面 然后另外一半的血呢 他就撒在所有这些 一起参与在立约礼仪当中的 这些以色列人身上 这代表什么呢 把这个血撒在祭坛上面 祭坛代表上帝 就代表说上帝这一边 已经参与在这个 整个立约的礼仪中间 把这个血也撒在这些 以色列人的身上 也就代表说 所有的以色列人 在这个立约当中一起都有份 但是摩西在把这个血 撒在他们之前呢 他再次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代表上帝 问以色列人一句话 我们在这个之前呢 看到上帝要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前呢 有问他们 你们要跟我立约吗 你们要完全遵行 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些 律法规定吗 这些以色列人就说 凡是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现在呢 实戒已经颁布 约书也已经颁布 要有正式的这个立约礼仪 耶和华记得摩西 再次给以色列人一个挑战 给他们一个机会 再做决定 他们是不是要正式的 就是再次宣告说 我们完完全全遵从 上帝所吩咐我们 耶和律法 果然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在上帝面前 再次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要来遵行 就是耶和华用这些话呢 就跟以色列百姓来立约 所以在这个立约里面 我们看到 它包含几个方面 有耶和华的话 有以色列人献上的凡记 跟这个平安记 也有呢 就以色列人 他们在上帝面前 有尾声的抉择 这是我们今天 跟上帝立约里面 几个重要的因素 都包含在内 立约在这边呢 我们注意到 献上凡记 跟这个平安记 跟立约之间相关的关系 我们中文讲到说立约 但在圣经里面呢 原来那个字啊 就是砍批的意思 好像把一头牛 就批成两半 把一头羊 就批成两半 这个是从圣经里面 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 这个故事里面 让我们就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 上帝就吩咐他 你要预备牛 你要预备羊 把他宰杀了之后呢 不管是牛还是羊呢 就把他批成两半 然后对半的来白练 然后烟华自己呢 就用这个冒烟的火炉 还有烧着的火炉 就从中间经过 代表说立约的人 发下了一个很重要的誓言 他要遵守这个约 如果没有遵守的话呢 他就可能像这个牛 或这个羊一样 要被批成两半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立约的一个宣告 那么我们在耶利米苏的 第34章那边呢 也有看到有类似这样记载 耶和华曾经责备 那些以色列民中的领袖 讲到说 我必把那些 违犯火约的人交出去 他们没有履行在我面前 和我立约的誓言 就是他们把牛犊 劈开两半 并且从两半中间 走过去的时候 所立的约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 上帝要人也是遵守这样的约 遵守约呢 是用一个非常认真的 一个精神来遵行 我们接下来看到 在这段里面 很重要一个就是 这些以色列长老 他们看见了上帝 这个怎么解释呢 他们看起来呢 不是说单单用肉眼来看到他 因为在第11节里面讲到 这是在先知异象当中 他们看见上帝 不过不管怎么样呢 他们总是看见神 不过这边的描述呢 值得我们注意 人看见上帝 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情 但是圣经上面讲到说 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上帝 而又能存活 但这边却讲到说 他们看见上帝 这怎么解释呢 所以这边讲到 一个 这是在一个异象当中见到 再有一个呢 我们看到他的描述 是从下描述上面 所以都是用一些比较模糊的字眼 讲到说上帝像是什么 上帝像是什么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以赛亚这位先知 他看见诅咒在高高的宝座上面 有沙拉福在那边施力 但是以赛亚呢 他的重点是放在 上帝在宝座上面施力 而这些呢 以色列长老呢 圣经上面记载说 他们看见上帝的脚下面呢 有一些像是穷仓 或者像有一些蓝色的这个天呢 这样子一个铺的这个石头在那边 所以像是我们今天的地砖 或者一些宝石 他们在这个上面呢 再是什么 真正上就没有特别的描述 不过我们要感谢主呢 这边特别讲到 就是上帝 他显现给这些以色列人 这些长老他们看见上帝了 或是看见上帝的宝座了 他们在上帝面前 他们领受了立约的时候 献上这个平安计 他们又吃又喝 而上帝呢 却没有伤害他们 代表着上帝 完完全全地悦纳他们 所以这个立约 是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事情 但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 也有这样子一个立约的精神 上帝颁布给我们 祂的话语 上帝要我们做一个 尾声的抉择 我们也在上帝面前说 主啊我愿意 我在你的约里面有份 今天我们是一个 受洗归入主的人 我们也在每一次 守圣餐的时候 好像跟上帝 重新再更新这样的约 也是跟其他弟兄姐妹 一起来享受 团契里面的喜乐 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 下一次呢 我们就要开始来讲到 有关于会幕的一些启示 各位下次再会 我们能登耶和华的山 能向我们深一点 踏避江堂的道 就是我们 我们也要新开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眼睛 祝耶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